中秋月圆人团圆13乡镇市公所清洁队员 全年无休为花莲环境默默努力 而在中秋节前夕 花莲县环保值特别走访各个公所 提前慰绕劳苦功高的清洁队员们 赠送中秋礼盒以及柚子 勉励队员们平时的辛劳 让所有的清洁人员都能够一起赏月闻又香 中秋月圆人团圆13乡镇市公所清洁队员 全年无休为花莲环境默默的努力 在中秋节的前夕 花莲县环保局特地走访各公所 提前慰问劳苦功高的清洁队员 赠送中秋礼盒以及柚子 勉励队员平时的辛劳 努力让我们这个环境更好 那也最近疫情也开始上升了 那也谢谢大家平常的 这个在做消毒防疫的工作 所以今天特别带了这个月饼 还有这个柚子 那我们乡长特别来加码我们这个凤凰书 来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努力 也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慰问清洁队第一站先是来到复理箱的清洁队 乡长陈仁聪也自偷腰包加码送知名的凤梨书 清洁队员倍感握心 那刚才科长也有在指示哈这个疫情哈有升温的趋向那我们副理消防守也在队长的这个指示哈还有乡长这边的指示之下呢我们有跟这个学校 然后一些公共场所我们都已经具有在啊逐步逐步的在消毒啊那我想说各位队员呢这个长年下来对于我们护理的环境哈大家都很辛苦啊那除了啊这个啊 华宝局呢给我们的礼物啊那乡长这边呢啊私底下再加一个凤梨书给你 华宝局特别提醒清洁队员执行勤务危险性高 队员们务必实时注意工作安全同时也呼吁赏月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要注重环境清洁一起来为花莲的环境共同努力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